很多青少年打球的时候 各种插花的运球都很熟练很好 如果是在比赛当中 你经常这样原地插花的这样的运球 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比如说一个防守 小语你来防我 我原地插花是不能够把你过人的 我这样看起来很漂亮 这没有攻击 在训练当中 我们要学会如何去突破对手形成威胁 那从我们约队的要求 就是你在加速当中有两次运球 你就要做判断 要不就是投篮 要不就是突破 要不然就是传球 其实后卫运球比较多 剩下其他的球员 更多的是接球以后的持球三威胁的 突破投篮和传球 那这样还会有更好的效率 在比赛当中完成我们的各种进攻的动作 最终达到很好的得分效果 你能够了解如何运球吗 记得关注点赞